第二的九题 木材干溜后的气态产物有氢气 一氧化碳 甲碗 二氧化碳 由以上气态产物可知木材至少有哪些元素所组成 这个就是所谓以前的原子说 说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产生了氢气 所以就知道原来里面会有氢 因为产生了一氧化碳 所以就知道原来里面会有碳跟氧 因为产生了有甲碗CH4 所以知道里面应该有碳跟氢 因为产生了二氧化碳 所以知道里面应该会有碳跟氧 所以由此可知呢 我们这里面的元素应该有碳氢氧 所以呢第29题问我们说 木材干溜后的气态产物有氢气 一氧化碳甲碗 二氧化碳 由以上气态产物可知木材至少有 哪些元素所组成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碳氢氧 原子说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帖戏 谢谢大家